房屋是因為他們用財政部的行政命令 其實那個行政命令是說的是房屋的造價 房屋的價值 要來扣稅 他用作法案儀器就要移下去 就要加賞來扣房屋稅 我一年說在法園圖是想過勉強 說起來 不然是說公平課稅 公平也是一市 說起來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觀眾這邊尋對外國的農事 尤其在法官以外 卻地價稅 今年開始從房屋稅加賞來課增 我們要讓人有 讓十歲人有 一隻牛百三元賠一種感覺 而且觀眾 我剛才說 就說 這法 在法援法 他用的行政命令 就要做法案儀器 來扣兩杯至四杯 加賞的房屋稅 實在是 不太勉強 特別說 這種東西這麼重大 這個 稅法的政策的推動 如果說是民宿 也說有夠民宿 有夠法庭 應該是要送來議會來 來心意 來通過主題條例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二是請 沒有什麼尊重 沒有跟六歲人對話來溝通 讓社會大臣來了解 當然 老百姓的翻譯 我覺得 那是 宅蘇難免 所以 特別在這裡 我站在議會的立場 我 是要來 建議觀眾 有 家共選黨 加賞 人民 來對話 讓人民 了解 來理解 來理解 接受 我 希望 在法 演化 對 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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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修容 也要加油 輔導 譬如說 我們說 因為像 比較舒服 它說 它是特殊度有夠的 還是說它是立立 這應該 這應該就變成 榮實 譬如說它是 政材 政水果 政水果 造林 那時候都過於我們國 我們鼓勵 而且是 對地球 對立立法 都是有幫忙的 而且也是 農地 農業使用的 農喜法 這種人不斷要輔導 而且你認定的程度 應該是要 合情 合理 合法